這台病毒真的顛覆了 我們所有對病毒的認知 它影響非常非常大 接下來一定要仔細聽 先來看一下 這個被懷疑是源頭 但至今沒有辦法確定 而且指揮中心 太醫美也不敢 為什麼不敢 你看下去你就知道 你也覺得好像不太像 這個父親編號16160 你看他的日期 他是8月4號 一個多月前回國 8月16號他的檢疫已經期滿了 出關了 出關是陰性 然後到事情發生了 整個燒起來 大家開始追的時候 再去他踩一次還是陰 然後到今天才再踩最後一次 發現他是陽性CT值38.9 所以他有可能是陰陰陽陽 38.9還會傳染別人嗎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包括還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的老婆跟 他老婆跟他的兒子 CT值都很高 然後發病日期都是8月25號 所以他是被傳染過 可是幼兒園他們的CT值 都已經35.8 所以至少是已經傳染好幾波 而且一個多月前 一個多月前他還沒回來 所以是不是這個父親 現在打上一個問號 但是最麻煩的是 如果不是他 那是誰 這個就是一個大猜問 所以這個連陳時中 今天記者會都被問了 一百遍 我看各家的記者 用不同的方式問他說 這個埃及的回來的父親 到底就是源頭 陳時中說目前的數據 雖然有可能是 但就不敢斷定 所以這個還要另外的判斷 還有另外一個更大問題 在這個地方 之前幼兒園一開始 那個丈夫跟老師有沒有 就是這對夫妻 他很特別 這個丈夫是9月1號發病 比較晚發病 但他的CT值比較高 等於說以前我們都認為 比較早發病的傳染力 應該是比較弱一點 後面發病的傳染力 會比較強 但他沒有 他是8月27號發病 CT值居然17 所以這跟之前我們的認知 也不太一樣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他打了莫德納 打了一劑莫德納 7月的時候打了莫德納 所以現在大家在討論 後來他還是得了 因為827已經是第45天 照理講應該是第四週 跟第六週之間 第六週就42 我們拉到8週到10週 所以這個問題 你要不要去檢討 但檢討好像沒用 因為就是沒得打 所以這只是問題是 大家都開始會罵 早該打 早該安排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來看到這邊 這個也很奇妙 長榮的機師 案16119 他在9月2號 測PCR的時候 他CT值30 結果後來隔了一天 CT值18 變化也太大了一點 除非我們測量的技術 有問題 所以搞不好 這個埃及 這個也會降下來 也會降下來 對啊 所以它也可能變得傳染力 很強 對 變嚴重 所以就這個跟之前的病毒 真的差很 因為它前一天是沒事 對不對 9月8號確診 它這個毒性 所以它可能從陰性變陽性 然後CT值高變低 所以它的CT值可能會降下來 跟這個機師一樣 Delta比之前的病毒株更狡猾 更詭異 多變 那台大這個麻醉絲 這個也是很可怕 因為它就是在板橋那個社區 不同的樓層之間就被傳染 所以Delta就真的是 像國外講的 同一個大樓 真的到處都有可能會傳染 那台大麻醉絲 更離奇的是 他已經打了兩劑莫德納了 打了兩劑 但是他CT值是38.53 或許說可能還是會中 只是說也許會多一點 沒有 他跟那個機師一樣 機師也都打兩劑 機師打的是AZ 所以是突破性感染 AZ比較不意外 莫德納就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 其實AZ嗎 反正打過兩劑又感染了 就是突破性感染 那三個機師都是 可是AZ我們比較不意外 莫德納就好像是第一例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李秉穎醫師 這個權威中的權威 告訴大家 不用擔心Delta 不用那麼恐慌 不用那麼緊張 基本上應對他 就是打疫苗跟口罩 而且他認為口罩跟疫苗 對Delta的保護效果 是差不多的 那幹嘛打疫苗 就戴口罩戴個兩層 戴三層戴好戴滿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大家對Delta都有點 好像過分恐懼 好像Delta變成一個 不可防範的 病毒的一個感覺 在國內的話 都要注意說戴口罩 其實是 應該是我認為 他至少跟他的保護效果 跟疫苗可能差不多的 不要隨便放棄口罩 不要恐慌是沒有錯的 但是真的只要把口罩戴好 先來看一下 在南海有例子 有兩個大學生 他進到咖啡廳他坐在確診者 四分鐘前坐過的地方 他有戴口罩 結果他們只坐了一下下而已 一樣被傳染了 包括在中國大陸的成都機場 工作者跟Delta病毒確診者 隔了一百零五分鐘 搭乘同一個電伏梯 兩個人動右手握這個扶手 結果也被傳染了 所以真的戴口罩就有防護力嗎 亮哥你怎麼看這事情 這個秉哥 自己都打完兩針 他真的還講這種風涼化石的事 而且他打完兩針 當然 還有CIP的召集人還沒打兩針 他如果沒有打 講這個話我就信了 是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我們對於密切接觸的定義 還是採取Alpha病毒的定義 我們現在的定義是怎樣 你知道嗎 兩個人沒戴口罩 在密閉空間接觸15分鐘 這個是密切接觸 我們現在的定義 沒有戴口罩 密閉空間接觸15分鐘 可是連中國大陸不是什麼 四分鐘幾分鐘 我就跟你說Delta 搞不好30秒就中了 30秒 對 搞不好你如果沒有戴口罩 我記得之前有個例子 不是說在麥當勞 擦身而過就中了 那個可能都是傳奇故事 可是人家那個是有調監視器的 我知道我是說 你這個可能就是你摸到了什麼 比如說隔板 隔板理論上是安全的 可是你可能打個噴嚏 後來的人就用手摸了 你這個手又去摸你的眼鼻口之類的 我們不知道他後續的情況 其實還有一個案例 之前沒有講清楚 因為現在大家把重點 都放在幼兒園 之前桃園的機師還記不記得 因為包括美國的跟澳洲 那是分開的 可是澳洲那兩個機師 其實機師們會非常惶恐 是因為機師他們說 我們都很高規格全副武裝 那我們只是交接前後的正機師的座位子 可能東西摸一摸 然後就傳染了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侯友宜為什麼會怕 因為他覺得原來那個Alpha定義的 密切接觸已經沒有用了 那我們調整了嗎 還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新的定義 陳時中昨天還說 Delta跟其他的病毒一樣 沒有太緊張 譬如說幼兒園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監視器 你應該調出來 看這些小朋友是怎麼感染的 我想他們都是有戴口罩的 除非說他是不是哪一個 瞬間沒有戴口罩 不用吃飯 因為聽說 可是小朋友很容易戴不住 這個你可能誤會了 有很多小朋友很乖的 真的 我聽說他們的爭議點是五歲 可是我看到我們家 不是我們家 我們家樓上下的小朋友 常常在皮孔 我聽說他們現在在爭議的是五歲 就五歲的時候 他們通常口罩拿下來 現在正在想修補這個東西 現在學校的規定就是 如果你有隔板的話 其實是不用戴口罩五歲 那這個規定就不行 是嘛 就是開始覺得 以前那個SOP有問題 因為那個都是用Alpha病毒 來想像的 可是我到這幾天 我看到我們相關規定中 沒有做調整 包括密接的定義 也沒有做調整 沒有 沒有調整 所以侯友宜才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只好先砍了再說 對啊 所以侯友宜讓他看 所以我們有志在新北市 沒有辦法在便利商店吃東西 本來有志哥之前還蠻稱讚侯友宜 覺得他很有魄力 難得稱讚 可是我們最近也發現說奇怪 這個包括新雙北的首長 還有包括陳時中 對Delta 到底Delta是很可怕 還是沒有那麼可怕 說法會變來變去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是醫師 照理講他講得最專業的 9月6號告訴大家 他說我們這個雖然還不知道說 這個板橋的到底是不是Delta 但是只要有去過的 我們都把它當成Delta來處理 要高規格要小心 但隔一天他馬上改口說 雖然Delta很可怕 但你不要看到一粒 就地球毀滅天崩地裂 不要那麼緊張 侯友宜也蠻微妙的一個變化 但是他可能要阿中 做一個動態的調整 我們先看阿中的部分好了 阿中9月3號當時桃園的時候 因為桃園的地區不一樣 桃園出現Delta的時候 機師他說這個我們要謹慎 要處理一粒Delta 全校就學校停課 全班抓去把它關起來 我們當然就是高度懷疑 有可能是Delta 我們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但是變成在侯友宜 新北市的時候 變了另外一個臉孔 說如果全息是Delta的話 其實跟我們平常要進行 疫情的控制一樣的 不用提升 不用更緊張 怎麼跟桃園的狀況不一樣 如果新北市疫情沒有控制住 不排除全國再次回升到三級 所以變成是新北市的錯 意思是說如果到三級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主張不用到三級 但新北市如果失控的話 就是三級了 不用不排除 所以你看到 這一樣是9月7號下午講的 侯友宜9月7號上午的時候 態度還很硬 告訴大家只要有一粒Delta 我們的內用全部取消 當時也沒有壓時間 那甚至該升三級的時候 就要升三級 到陳時中講完話之後 因為三點他開記者會 他說這個我們一切 聽中央的來調度 說中央要我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是不是升三級 這個壓力太大 全民的怒火 侯友宜是不是 連大家人稱鐵漢的他 也看不住了 有這個怎麼看 因為民調來得快 去得快 現在跟洪水一樣 你一個決策錯誤 就跟颱風架一樣 你不覺得有點像颱風架的感覺 可是我們侯友 不是號稱鐵漢沒在怕嗎 鐵漢也怕病毒 病毒我會看 你是鐵漢拜拜不來了 然後我去醫生那邊 我到台北市 文在洛福特之前民調 就掛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們三個非常清楚 這下子如果決定錯誤 我跟你講下一個跌下神壇 就是他自己 今天如果 我今天講 你覺得這種圈套 是要讓他跌入神壇嗎 當然是 我跟你講三個 好 第一個來看 他們三個是不是都有點靜和關係 陳時中兩個地方都會去 對 陳時中可能會去新北 也可能去台北 現在看起來比較想去台北 亮哥的表情是哪裡都去不了 新北不可能 新北就不可能到 一定有人要把塞人去那裡 現在醫師就是要把塞人去逃逃 對… 最新的狀況是要請他去桃園 會不會去高雄 桃園比較可能 這是陳時中會 大家討論的裡面 他們兩個都有份 一個是要離開的 一個是要保衛戰 你說大家會不會當政治 力道來看待 一定會 好 再來 現在Delta還沒有真正的打開 現在我們來想 如果現在最強的應該是 侯友宜的態度 有就馬上 如果都以一例的處置方法 侯友宜是講 一例就給我三級升四級 或者甚至升三級 陳時中就是剛剛他講的那一套 有沒有 如果一例 那我們來考慮看看 接下來要怎麼去做 強化什麼 柯文哲現在是 學校裡面一例 那個學校我們先 停課14天 每個人對一例的處理方法不一樣 來 如果最強的是侯友宜 對不對 如果從頭到尾 未來到9月10月都沒事 就像颱風假一樣 你全部給我封這個 個個不行 然後結果到一個多月 沒發生事情 侯友宜 你不行 我的損失要你賠 對 我們的這些店家 你看台北市還不是在內用 一直做生意 我們新北這些店家 都不能做生意了 我們家社區賣面的 他本來緊張好幾個禮拜 都不敢把隔板拿出來 還禁止內用 好不容易這個禮拜 他解開了自己心魔說 我把板子板出來 家家可以再內用 結果他昨天看到我很哀怨說 板子可能要再收回來了 果然就不能內用了 有沒有影響 你是台北市還是新北市 他在細紙 有沒有影響 有吧 一個店家影響 整個全台新北市 三十幾萬的店家 你說大家會不會有影響 這樣子影響下去整個人 我想侯友宜會不會 未來漸漸的下去 這不就是 那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同樣一套的我擠 早上下午思考的方式 為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侯友宜他靠的是 因為我之前講過 為什麼我喜歡他 因為他的整個團隊改變 後來才喜歡他 你後來變心喜歡他 你給我多一點 跟他相處的空間 後來我發現 因為他做得好 後來還有幾次跟我通電話 他說 我說你到底為什麼最近這麼準 這次就丟毒了 上次為什麼那麼準 他說我全力相信後面那些人 他的幕僚團隊 陳任秋他的那些衛生局長 專業的判斷 對 專業的判斷 他就是聽他們的 我說難怪 包括快篩試劑去找到 最多快篩試劑應該是新北 他交給他的經濟發展局局長 就是你們去找 進來我只要跟你說Yes 他就去做了 這一波難道不是這樣嗎 侯友宜經過了這一波 我覺得他第一次的 那一次做對了 這一次他反而猶豫了 我覺得關鍵原因是 我覺得防疫疲乏 對他來講也會有 第二 他想法變多了 因為突然之間 他在這一波裡面 跟侯友宜 跟柯文哲通識冒起來 他會不會看看 等一下 陳時中你怎麼對我 然後柯文哲你怎麼對我 再來請問一下 上一次諾夫特 下來第一個 所謂的被延續到的破口 在哪裡 柯文哲 對 他是柯文哲 柯文哲有醫療專業背景 他自己本身就是那個團隊了 真是讓他裡面 還有自己的團隊 對柯文哲來講 要處理這個事情 太簡單了 就要丟一個專題 謝耀洲會認為說 專題喔 來 那丟給你亮哥 寫專題喔 侯友宜 這是要問別人的 所以這次不是發生在台北市 不是柯文哲 這一次是發生在侯友宜 變成我自己要先面對了 你覺得會不會 柯文哲反撲的力道 會很大 所以柯文哲講了什麼 雖然現在傳染一下 你也不用緊張成這樣 因為我覺得有點在 考慮 當初你不是看著我在辦事的 現在不要緊張啦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不是一例喔 今天公佈的是可多了喔 可多了喔 這是二十幾例的一個狀況 所以不是一例而已 我真的覺得不要太政治喔 該怎麼做專業來判斷喔 但是有一個人 我真的要稍微譴責一下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到現在被人家懷疑 他還在推銷高端喔 在這個節骨眼上面 Delta都來了喔 他最新的PO文告訴大家 趕快打疫苗 不論打哪一種 早一點打都是好的 然後昨天PO文告訴大家 高端還可以打喔 趕快就打高端喔 高端的朋友不用預約 隨時可以打 你想打就可以馬上 然後還罵民眾喔 你不要抱著絞心的心態喔 不要以為逃過一節喔 總之通篇告訴大家 就是打高端 沒有 我聽到了 所以我現在努力去登記AZ 你這個念圖 你民進黨念圖 你就是不打高端 然後網友就是開始罵 底下很多很多人罵 有好幾種人 有一種人是說 台灣只示範一次 台灣打完高第二劑接種率的比例 最高的就是第二類人的 43.7% 我們昨天講過了 長輩70幾歲的 只有1% 1% 然後第二類這一些 根本其實也沒有那麼高風險 他卻是43% 莫名其妙的 還有人說我50多歲了 這不會是亮哥吧 你家人至今還沒有 只還沒有打第一劑 就你啊 你還沒有打第一劑嗎 我家人都是第9類 所以我說這個是你啊 不是 你家人都打了 他們都是第9類 只有他不打 那可能是你家人的波紋 然後還在推交高酸 你是幕後董事長 還有很多人還沒有打第一劑 然後不少人打第一劑的 也超過八個禮拜了 一直開放年齡下修 一堆中老年人第一劑都還沒打 到底要等多久 同時間國際上也有一個新聞 加拿大的總理杜魯道 他被示威的民眾抗議 可是他狀況跟我們不一樣 這些民眾是反對打疫苗的 反疫苗的人是 跟我們很想打疫苗的人是不一樣 但問題是人家的元首 願意跟民眾零距離的接近 所以甚至有距離近到 可以丟石頭K到他 他雖然很生氣 但問題是他願意面對民眾 民眾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見 發出怒吼 他不會排斥 我們多久沒有訪問到蔡英文 沒有 你也不要這樣 他9月15號要投票 所以你是說我們如果 他在選舉 我們下個月要選舉的話 也可以看到蔡英文 當然 因為我想說我們之前 淹水都看不到他 喊他還要30公尺要用鐵費 然後之前6月8號的時候 法國總統馬克宏 這個比較極端 我們是反對暴力 我們不是鼓勵暴力 堅決反對暴力 但是你看看人家馬克宏 他是怎麼樣 看到有民眾見面過他掌 他也不以為武 他沒有生氣 他還甩開要隨物說 等一下我要問清楚 到底為什麼會裹我呢 所以人家還是認真的面對民意 後來那個人被拘留了 拘留 他有要選舉嗎 沒有沒有 你看亮哥 你還是要看看一些君子作風 他選舉去明年 對 明年 都比我們進來 總之我們看看人家元首 人家是這樣面對民意 我們出狀況 Delta要來了 還在推銷高端 那真的也不用總統推銷 Delta真的意外成為了高端 最棒的推銷員 一來9月3號打高端的 只有1千多人 9月4號 5號這個週末 7千多人打 然後在9月6號一口氣 Delta還沒確定 只是說指向Delta 1萬5千多 要是被那個簡訊嚇到 1百1十萬 你說禮拜六的那個簡訊 1百1十萬 因為有很多公司 亮哥 你的意思是說 那個簡訊是要推銷高端 我跟你講 很多公司有規定 你如果收到簡訊對不對 那你就要提供PCR 才能進公司 不然你就要打疫苗 還好我們是快篩 不然你就要打疫苗 T台比較人性化 不是 快篩 我說錯了 可是要三天內 不然你就要打疫苗 亮哥 我意思是說 你是指控說 我們這個簡訊發疫苗 1百1十萬者是要推銷高端 他意外產生那個後果 意外 還是故意 因為很多公司上班的人 都是二十五歲到五十歲 那他們還沒有排到疫苗 那他如果想說 我收到了簡訊 那我以後每個禮拜 都要戳兩隻鼻子 累死了 所以他就乾脆去打高端 我要問一下YouTube上面 順便推銷一下我們國民大會 打開你的手機 打開電腦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聊天室 你覺得 這個一百一十萬是故意要推銷 高端的加一 不是 不是故意的 是剛好的 加零 YT算不是做一個民調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就要這個檢討一下 因為現在有一個網頁上面 這個統計一個數字 他是預估 接下來亞洲國家二零二零年 就是明年 我們有望可以打到兩劑疫苗 這個接種率 已經超前部署到明年第二劑 可是你看各國他們 比如說新加坡 在今年第三劑是75.15 然後這個中國是61.59等等 第四劑 香港是45.66% 如果推到明年的第一劑 就是一到三月的話 日本是46.42 這都是第二劑的覆蓋率 這個包括南韓是30.7 台灣居然只有3.86 所以我們努力 因為阿中不是講說 我們要以什麼第一劑覆蓋率為主 可是你看 這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如果我們光是 只有打第一劑 來看到這個地方 黃立民 黃立民意思告訴大家 只打一劑 對Delta的保護力 不是說會讓你減少重症率 一樣 一劑的話 對重症率是 最重症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今天還講 只打一劑 對抗Delta等於白打 等於跟沒有打一樣 阿中還講一句是 全民要打第二劑 Mission impossible 沒錯 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有人發現說 他在玩語 他在玩文字遊戲 為什麼他覺得不可能 他說因為有的人不想打 耍嘴皮子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全民每一個人都打兩劑 那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部分現在還沒有列入 打疫苗的適應症 另外有一部分 大家也知道 有些人是絕對不打的 那這也沒有強迫 我們的阿中 我們的小英 到底在忙什麼 對 我跟你講 那時候高端疫苗 還被某個公司 有一個網友他今天爆料 你打高端 似同沒打疫苗 不准進工地 對 真的喔 他專門講高端 對 他說 他那個公司發一個通知說 要什麼全車消毒 如果你沒有打疫苗 以及打高端 不准進入我們的工地 沒有打疫苗以及打了高端 沒有他是 就表示你打高端 跟沒打疫苗 是意思是一樣的 那我回憶錯了 對 好 這是一個 就是說你高端疫苗 沒有被民眾取信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知道小英總統 除了推高端 你知道他們今天 他們今天中常會 那林喜耀在說什麼 林喜耀說 長榮機師 鄭文昌做得很棒 很棒 做得好棒 反應一級棒 快篩都陰性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可是他說新北有點奇怪 他說侯友宜市長以前都在普篩 都在廣篩 結果這次好像動作比較保守 你林喜耀民進黨 你現在還在想政治 還在 還在製造這個桃園跟新北 早上民進黨也在講說侯友宜 你不要再在那邊 對 那小英在忙什麼 小英在忙著把他的這個總統府 國策顧問黃成國拔掉 黃成國 你說趙介佑那一個 對 就是那個黃成國 就是我們很偉大的國策顧問 前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 他的國策顧問名單 已經從總統府悄悄下架了 就我的瞭解 他是被拜託一定要請辭 被拜託請辭 因為對民進黨才好 對總統小英才好 因為他四五月的時候 為了趙介佑事件 他被捲進去 然後被藍營說他有黑道背景 他都出來說 我只是出身草蠻 我不是黑道 有沒有 結果沒想到 現在他的名單被拔掉了 就悄悄把他處理掉 所以民進黨還在拚政治 德爾塔要來了 我們還在忙著做選舉 來看到拚選舉 還要想這件事情 我們昨天有聊過一個部分 但沒有想到後面的發展 真的是讓人家傻眼 本來以為新竹縣市的合併 可能講講 就是三不五時 就喊一喊 沒有想到越來越像是真的 因為您這間發難 已經連續好幾天開了記者會 沒有想到藍營的新竹縣長 姚文科也附和 而且他也非常積極 但是他的積極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說他要找竹竹苗 在九月十一號開會 乾脆把竹竹苗併起來 因為竹竹苗併起來 對藍營的優勢是比較大的 所以藍綠在各自出招的 一個情況之下 柯建民告訴大家 修法很簡單 不複雜 而且可以在下一次選舉上敢得上 所以如果順利的話 林志堅他的政治地圖 就不在桃園 就在大新竹 那總統在剛剛的中常會 也加碼了告訴大家 希望這個處理 這個事情有所處理 要中常委們要加油要支持 等於說民進黨是赤裸裸的 告訴大家 他們就是要拿下的這個 把合併升格之後 是不是有機會就可以把新竹市 新竹縣的版圖也把它吃下來 那正義本來告訴大家 乾脆全部都直下市 全部都直下市 無差別 全部都直下市 問題是直下市要花多少錢 來看一下 2010年高雄市當時縣市合併 有做一個檢討 原本以為他們在社福的支出 大概會增加27億元 但是實際上負擔增加了 261億元 高雄市的負債 2010年的時候 本來是估1500多億 可是實際上到了2020年的時候 已經到了2500多億 所以合併會花了很多錢 但是民進黨現在 Delta要來了 還在想選舉 要花這麼大的錢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我也發現說 還在搞意識形態 雙十國慶最新的主視覺 其實我也不在乎說 他變了什麼圖案 因為這個把它做的方格子 什麼數位圖已經好幾年 但重點在這個地方 Taiwan National Day 2021 國慶日 National Day 變成Taiwan National Day 這也是滿奇怪的 亮哥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那個國慶的設計 跟那個 讓你想像不出來 到底是中華民國或什麼 這已經去年就這樣了吧 三年四年了吧 已經好幾年都這樣了 所以他今年只是標舉雙十 這個意象而已 其他病名 可是這個英文 Taiwan National Day 這個因為我們去年 就沒有出現ROC的符號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國名叫台灣 這個當然會有爭議 那他沒有出現 台灣大聯盟就好 中文沒有寫台灣 亮哥比較包容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現實 因為我們小英 那個鄰國論引起爭議 他英文是用never never也沒有爭議 never是英文沒問題 是後來他中文寫鄰國的問題 而且那個是總統府新聞稿 所以當然會引起爭議 我覺得這個比較為難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合併的事情 新竹縣市合併 我說實在 他人口一定要到一定數 因為我知道 嘉義縣市好像人口不夠 所以等於是只有這個case 只有這個case 問題是新竹的大新竹市 他們人口也沒有到一百二十五萬 兩個要加起來也沒有到 那這樣不能升格 要修法 所以楊文科抓住這一點 那你如果要這樣搞的話 那嘉義縣市也要合併 彰化單獨一個 彰化縣就單獨升格 沒錯 所以可能就像鄭玉鵬講的 全部都變直轄式化了 沒有 你這樣就是黑北部了 你這樣就台灣那麼小 六都基本上就是黑北部了 是 我同意 我同意 意思就是說亂搞 那就亂搞到底算了 那這個結果是什麼 因為重點是大家要搶大餅 因為你結果一定是 你一定要調整一些必要的行政支出 比如說路名招牌 這個都是必要的支出 那當初因為高雄市是併高雄縣 然後台南市併台南縣 那個都是農業縣 那長期都是財政赤字 所以他要去避免它 所以高雄跟台南就會變得財政有點困難 我們真的很悲哀 大魔王來了 我們滿腦子想的都是選舉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吳宗憲今天上廣播節目 他向酸民 向館展來宣戰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